小學年級課本 第一課 寶島台灣 然後第二課 歡迎台灣小朋友 都是這樣的教育 你怎麼可能說 聽起來好像都同一個意思 不過呢 再來就可以靠他們的新聞聯播和中宣部來不斷洗腦 啊不對不對 我是說不斷宣導 前面兩個先不提 但我看來他們說歷史課本上教他們的 所以台灣是屬於中國的 這聽來實在是很搞笑 好笑的是來說大陸真的是比台灣落後挺多的地方 因為這思維聽起來像六年代台灣再說到反攻大陸一樣 特別是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 內地只有翻牆軟體的年代 長這麼大的人就還講這種話 因為課本這樣說的 所以台灣就是大陸的 小朋友可以這樣說 但長大的你難道還不知道 自己的課本 是共產黨編織的嗎 而且走到國外來看看外面的世界 翻牆過來看外面的新聞 自然就知道自己被洗腦 那就不會講這種話 沒有 OK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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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我的寫家是中國 James 上來 他是中國 是中國 其實我甚至是台灣人 於大陸人而言 我們從小的歷史課本上都有說 台灣是中國不可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好 這種場面話 一點意義也沒有 我來講點有建設心得 說點實際的吧 大陸為什麼要統一台灣 當然是台灣對他們有好處啊 台灣人經常貶低自己 大陸人經常看厲害了我的國 形成一股鮮明的對比 造就由台灣普遍認為自己的國家 不如中國 希望統一做大國整理 有這樣的想法台灣人說不少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統一促進黨 當然啦 統派更多的還是在共產黨安排進來定從對 實際上台灣在很多方面 都還是領先著中國的 好比醫療 科技 捷運信統 人民素質更是差了一大 大陸最常認為比台灣好的就是 大陸的一力很華麗 很現代 行動支付非常發便 光一個手機就包下整個私衣住行 買東西 訂東西 叫外送 計程車都可以靠手機搞定 啊 真的是非常方便 這一點在大陸真的 是做到實際的前段 但老陸說台灣手機也可以做到上去那些事 除了付錢 但我覺得 無論你用現金 信用卡 手機 或者說以後還有更方便的支付 什麼的 那 有一樣東西 我覺得都是大同小異 因為那都是花你自己的錢 我剛說台灣有很多方面領先中國 是一些在比較不容易看到的地方 他不像高樓大廈一目瞭人那一種 是在這邊生活一段時間才會有感覺 比如醫療衛生 世界上最好的200間醫院 台灣這站的人之間 名列全球第三 景氣於美國與德國 怪不得遠在大陸的 台獨克星 黃鞍 就算病了 他也就只要看台灣的醫生 不看大陸的 哪怕 飛過一個台南海峽 在此不止 健保制度基本在台灣人對他有所值 但在世界上依舊好的聰明 在台灣如果你病了 只需要付非常低廉的費用 就能想到超高的醫療品質 這一點別說是大陸了 就連美國也遠比不上台灣 沒錯 看病這麼方便 醫療水準又這麼高的 在這世界上根本就沒幾個國家 接近訊統 台灣人真的該應為傲 因為在世界也是聰明的好 我現在在美國紐約坐地鐵 這裡的地鐵可以基本上可以用 又爛又臭又髒又貴 才行為 可是這裡大陸人普遍還有人認為 這是在他們國內算乾淨的 由此可是兩岸的水準 真是差很大 美國老外都會鎮揚台灣捷運 表面來說簡直是個奢侈品 兩岸在公交上的軟化我就不說了 因為大陸和台灣 根本就沒得比 在台灣每個人都在微聽爛上 都會局局的排隊 不會有插隊的現象 捷運系統 有夾門 防止人家飄下去 每個車廂有不愛做 而且不管車廂在急 那位置用的是空的 會留給真是需要的 都很清潔乾淨 兩岸之間也是差了一大截 最重要的事 是 是 清潔性的 沒有清潔 是垃圾 我要去找一塊的垃圾 沒有垃圾 超靜的 還在找一塊的垃圾 我還沒找到 我還沒找到 是嗎 嗯 我找到了 這是我只能找到的垃圾 科技方面我是最近才知道 真的是讓我直接破眼鏡 不是說台灣科技有多牛逼 而是大陸有多垃圾 我們都知道在不久前大陸只靠 勞力和市場讓自己經濟起飛的 但對於人工偏高的大陸 他開始慢慢轉型 想要有自己的品牌 但許多網友都知道 大陸的品牌不外乎就三賽貨倒辦 那我們來看這方面誇張到什麼地步 2015年全球有86%的假貨來自中國 日本在2014年 查扣了3萬件防茂品 其中9成來自中國 價值180億日幣 美國總統川普今年在對中國採取的一些制裁權措施 也都是針對竊取制裁權的一個反制手段 因這類侵權行為造成 美國每年損失高達6000億美元 OK 講了這麼多數據 接下來 一起看看中國有哪些獵奇的山寨商品或品牌 在餐廳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山寨店家把星巴克變星巴克 Pizza Hut變Pizza盒 麥當勞變麥當家 連台灣的50蘭都被山寨變成60蘭 不過真正被山寨掉遍地開花的 還是去年在南海事件中 被部分中國民眾抵制一波的肯德基 他們在中國有英文縮寫 KFC被改成KFG MFC YKC 或OFC 對 招牌還變歐巴馬 有中文名稱被改成 肯德起 肯塔雞 轟炸雞 香村雞 芙蓉雞 中肯雞 連路邊攤都有肯德雞分店 也有人從雞賣成鴨 變成肯德鴨 還有人幫肯德雞爺爺配對 賣起麻辣燙 最誇張的是這種兩強組合 把肯德雞和麥當勞合體 變成麥德肯 肯當勞或麥肯雞 而且他們怎麼還會跑去賣瓜子了 在食品部分 有人把清賤口香糖變神賤口香糖 恰恰香瓜子變製製香瓜子 張君雅小妹妹變成張君寶小弟弟 康師傅變成康帥伯 還賣礦泉水 奧利奧從奧利奧 奧比利 奧利寶 奧如多等各種香進包裝 一路大亂逗到月立月 老乾媽變成老乾爹 老乾娘 老乾爸 旺旺的旺仔被倒成玉仔 亮仔 旺子 旺奶 旺中旺和旺後 還有旺牛仔 大白兔則從大白鹿 小白兔 小藍兔 野白兔 和六日兔 變成考驗大家眼力的太白免和太白兔 飲料的部分競爭更激烈 五粮液變三粮液和九粮液 營養快餡變營養快樂 紅牛變紅五 金牛和天天牛 麥動變湧動 冰凍和雞凍 王老吉變王老菊 王老雞 王老鼓 王老先生和王老世家 而且為什麼改了姓以後 也去賣瓜子 白式可樂變白式可樂和萬式可樂 雪碧變成雲碧雷碧 雪蒙 雪霸和雪露 可口可樂則變可日可樂和口可可樂 不止難念 而且還是菊花味的 六個核桃則從六人核桃 六大核桃一路賣到大個核桃和六億核桃 比五億探漲雷落還多一億 我如果要談 就要談一億 在品牌部分 中國的山寨廠商把 Armarni變 Anmarni Omega變 Owega Nokia變 Nokla Ole變 OK Tide變 Tibe 連中文都改了 從太字變太貴 牛仔褲品牌 Lee的 LEE變 LGG Beats變 Deets Xbox變 Ex-boy Lakers變 Lekers Nike 從 NIKE 變成 KINE Under Armour變成火星叔叔 Uncle Martian Air Jordan 變成什麼呢 變成這個 至於技術方面 大物真是先做到天良上鏡 後又做到 厚顏無恥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有一則新聞 有一個中國的 在美國有一個中國的留學生 他在美國研究所 突然呼籲他有一天搞失蹤 然後把那裡的研究成果全部帶回大陸 然後得到外資的贊助 那外資是誰我就懶得錯了 然後在中國升起了上千個專利 成為新時代的億萬富翁 我不知道中國人你們對這件事的看法是什麼 是厲害了我的股 戰爭自己這樣國家的行為 還是怎麼樣的 不過我現在想說的是 如果中國不偷別人的技術 光靠他自己研發會怎麼樣 其實答案就是 連個手機芯片都找不出來 他們只能從別的國家買下 然後磨掉上面的Mark 再寫他自己的名字 然後再對外宣稱自己研發出來了 由此可看來 這厲害的我的國 一點也不厲害 我甚至覺得這14億人口 是不是都白活啦 我會這麼講是因為 台灣只有2300萬都做得到 所以 如果中國要是拿下台灣後 他一定會做一件事 就叫台積電把技術交給他們 就叫馬雲 就叫馬雲一樣 把支付寶交給他們 也是一樣的 醫療、科技、人才、公共設置 以台灣國際上優秀的地理位置 許多種種的理由 就是大陸想拿下台灣原因 啊我這樣講比大部分說 課本上教他們的 有說服力多了吧 這也是不真的事實 如果你只是想維持 領土的完整 從大小上來看 你應該先去把外蒙古收回來 出賣國頭江澤民 把幾百萬平方公里 大概是十幾個台灣大 的國土 白白送給俄羅斯 你現在回頭再來說 不容許祖國分裂 這不是很可笑嗎 偉大祖國的每一寸領土 都絕對不能 也絕對不可能 從中國分隔出去